再來鏡頭我們到中國 有專家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真的是很厲害 又使出一絕二鳥的絕招了 最近中國北京在抓 在掃黃 那麼公安就抓到了 這一個應該算是北京 當地非常有名的酒店 據說這個酒店有軍方背景 是太子黨特別愛的地方 專家就說了 習近平這麼做很簡單 第一個講述一己 第二個剷除軍方的人馬 而且進一步的中央集權 真的這麼陰謀論嗎 其實我覺得是一石四鳥 什麼是一石四鳥 對 第一個當然就是 對於這個雷洋案做一個轉移 第二個就是整肅軍隊 第三個就是整肅政法體系 第四個就是培養習近平自己的人馬 第一個為什麼叫做 轉移雷洋案的注意力 因為這個案子是在 去年的12月23號發生的 就是大陸去對於這個保利俱樂部 進行一個掃蕩 保利俱樂部 其實是一個深色場所的 也是酒店 為什麼選在12月23號 因為這一天剛好是去年 5月7號雷洋案 這個案子的一個宣判的時間 什麼叫雷洋案 我先說一下 雷洋是一個人 他29歲 非常年輕 而且非常有為 他是中國人民大學畢業 學歷非常好 碩士學位 而且是共產黨員 又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公務員 他在去年5月7號 被控說他要去嫖娼 就被當地的公安 有5名警察把他抓起來 在過程當中他暴斃了 後來說是雷洋是因為自己生病 但是後來他的家屬認為 他是被刑囚的 而死的 這個事情引發了 輿論非常大的一個報導 因為第一個 雷洋在大陸算是一個優秀青年 第二個 他等於是被警察的一個 非法的情況之下致死 所以這個一直引發了大陸媒體 非常大的一個報導 而在12月23號當天 剛好北京的檢察院 對於這5個警察 因為他們犯罪輕微 而不予起訴 就是說造成 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的一個 輿論的一個不滿 所以習近平在這個時候 忽然就在去年12月23號 就同一天 就檢察院要宣告 這5位警察是不起訴的情況下 他就大規模去掃蕩保利俱樂部 表示什麼 就是的確就是說 北京市區的確是有色情的 也就是說雷洋 他這個嫖妓 嫖倉的這個事情 是存在的 因為有這個色情場所 所以我們要等於說 用這個方式來凸顯 就是說雷洋案並不是誤會他了 他的確有此事 這第一件就是 就是對雷洋案的轉移 第二個就是打擊軍方 因為我們知道保利這個俱樂部 他是在這個保利大樓裡面的三樓 而保利大樓是什麼 是保利集團的總部 這個保利集團的總部 其實我們知道他是一個軍方 專門做這個軍火買賣的 是非常有錢的 習近平從上年以來 其實也要打擊軍方 但是還是有地方 他可能是針插不透 水潑不進 這個軍方的背景支持者是誰 因為這個保利集團就是軍方 所以很多人懷疑 就背後可能是郭伯雄跟徐才厚 之前中央軍委副主席 江澤民他們的勢力 習近平透過打擊這個保利的 這個俱樂部來打擊保利集團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保利俱樂部 他是一個在北京 我們知道之前 大家都聽過叫天上人間這個俱樂部 天上人間俱樂部之後 被抓了之後就是保利俱樂部 保利俱樂部有 當時花了1億5000萬人民幣做裝潢 是可以說北京最高級的一個俱樂部 他目前還一直這個倖存著 所以表示這個俱樂部 背後的勢力很大 是習近平沒辦法去摧毀的 所以他透過這個方式 來對保利這個俱樂部開刀 你做不在保利這個俱樂部 背後的這些這個系統 這個軍人系統來做開刀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整頓政法體系 就保利俱樂部 為什麼敢這麼猖狂在北京開店 而不被抓 也就是大陸的這個政法體系 特別就是上公安部 他們投鼠忌器 不敢去對保利俱樂部開刀 習近平也認為這些政法體系 其實長期來是被周永康所控制 因為周永康過去是政法委書記 而周永康跟郭伯雄跟徐柴 這三個人 我們知道習近平上來之後 把他們三個人一起抓了 因為這三個人都是江澤民的人馬 所以他打保利集團 就是對的是郭伯雄取材後 打整肅這個政法委體系 就表示是周永康在背後 在撐腰 周永康雖然被抓了之後 現在的政法委書記叫做孟建柱 他以前也是周永康身邊的副手 所以表示習近平 也想透過這個事情來表達就是說 你們這些政法體系 你們這些公安體系 不敢作為 你們事實上是跟保利集團 是掛鉤在一起的 就一併處理掉這樣 再來第四點就是扶植他人馬 因為這一次去推動這個 去打擊保利集團的人是誰 是北京市的這個公安局長 叫王曉紅 他又兼公安部的副部長 王曉紅跟習近平的關係 非常密切 1990到1996年 當時習近平在當福州省委書記的時候 他是福州公安局的副局長 以前他好朋友 對 沒有錯 王曉紅也是非常善於認識 他等於習近平的這個人馬 他在2013年 他還當鄭州公安局長的時候 曾經辦過一個叫 皇家一號業總會的案子 所以他是有經驗的 所以他對這一次的保利俱樂部 他可以說駕親就熟 那個時候2013年的鄭州 這個皇家一號俱樂部 有數十個官員遭到重誠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大規模的一個行為 所以習近平非常欣賞 王曉紅的魄力 那實際上 習近平想透過王曉紅 扶植起來 來取代誰 取代目前的公安部的 常務副部長叫做傅政華 因為傅政華其實是江澤民的人 習近平一想把他換掉 因為他對傅政華 其實是不太相信的 可是傅政華這個人 他也是有戰功的 他在北京當中公安 他也是曾經擔任過 北京市的公安局局長 就是現在王曉紅的位置 他當時在2010年 就是把天上人間給抓起來的 所以其實就是說傅政華這個人 他也是有戰功 我現在要扶植王曉紅 王曉紅也再次在北京展現戰功 他才可以把傅政華給換掉 傅政華 他我剛剛講 他是周永康的人馬 雖然他是 但是他很清楚 當這個薄熙來被抓了以後 王立軍事件被抓了之後 他立刻倒向習近平 而且跟習近平說了非常非常多 這個周永康 那個說薄熙來 王曉立軍 他們的一些事情 他投誠習近平 對 一直投誠習近平 特別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2012年這個令計畫 令計畫就是我們知道 其實他是 本來是胡錦濤的人馬 他後來因為他的兒子叫做令谷 開了一個法拉利 在北京市造成的這個一車 好幾個人死亡 車上還有兩名新疆的美女一起死亡 當時令計畫 當然他還想升官 他當時是胡錦濤時期 他是這個中央辦公廳主任 等於是胡錦濤的大掌櫃 就是他要擺平這個事情 他找誰 找當時的周永康 周永康當時是政法委書記 他可以掌握的是公安檢調 他找他幫忙 好 當時周永康就說 好 這個實際照這個傅政華來做 因為傅政華是周永康的子弟兵 他又是北京的公安局局長 那傅政華就幫他做了這件事情 可是傅政華做了這個事情之後 他把這個詳情 去跟誰報告 去跟習近平報告說 你看這個令谷的事情 是令計畫背後拜託周永康 等於說令計畫跟周永康是一夥的 都抖出來了 對 抖出來了 所以也就是因為他把這個事情 抖出來跟習近平報告 所以2013年他當了公安部的 常務副部長 等於是公安部的第二把手 可是習近平覺得這個傅政華 他既然可以出賣周永康 他可以出賣令計畫 他未來會也會出賣我 他不相信他 不相信 因為我們知道共產黨 他對你這種背叛之人 他永遠不相信 因為他認為 你過去一直是周永康的人馬 你今天不要看他 你未來可能還會背叛習近平 其實他有沒有被重用 他現在是公安部的副部長 常務副部長 所以他有可能就要把他換掉 換他自己的子弟兵是王小紅 因為王小紅現在只是副部長而已 常務副部長的位階 是比副部長更高 所以他有可能把傅政華換掉 換下自己的子弟兵